你還知道我嗎? 網民都賺光美以後生時候的天然美貌 清純又可愛 和張凱儀還好像有些壯樣 二年22歲的楊佩琳 在2021年香港小姐競選獲最上鏡小姐 但當時被不少網民直指頒錯獎 她曾經回應說 自己會做得更好 不要令大家失望 覺得自己贏了有信心 而卸任後的她只是間中現身為賢瓦澤活動 日前她就高調指近日飛到英國 陪男朋友參加劍橋晚會 九味露面的楊佩琳 吳觀除了變得更加精緻立體之外 眼型亦稍稍變長 穿著低胸紅裙的她亦非常性感 她不是周董 她都不是 他們是靠著模仿周董走紅的 百萬粉絲網紅 黑輪和竹餅輪 黑輪靠著為超為妙的聲線和動作 就訪不同的地方巡演 而竹餅輪 本來就是在河北某個縣城擺檔 賣雞蛋罐餅的 近日山西太原某個演出場所 貼出了雙輪來襲的海報 當日最低消費是880元人仔 最高就是3500元 黑輪打著大陸第一結輪的名字 不停地循演 有網友就爆了他循演的報價 蘇州站的票價 就在5888元 去到3888元之間 而韓州站就最誇張 開了6000元的天價 看回周董2024嘉年華 循迴演唱會南京站的票價 最高都只是2000元 猜不到山寨的 比真的還要賣貴三倍 GIGO不是說要等未婚妻黃青霞出獄 就立即跟她結婚嗎? GIGO今天就演唱會海報這件事回覆傳媒 他強調這句標語 是未問過他就推出街 他說自己跟澳門過場的主辦單位 並非直接聯繫 他知道了之後 已經立即聯絡中介人 對方說時間太短 趕著出街 而且已經趕不到了 GIGO還腦筋急轉彎 說當女兒繼續追的女兒 是Chris 自己要用心追她回來 至於被問到 為什麼Chris入獄當晚 就去了幫葉子薇賀秀 他解釋 是因為有好朋友 怕他心情低落 所以聖要他去吃飯 他也是免為其難地出席 去到千節發現原來是幫葉子薇賀秀 他說跟對方不太熟悉 原本連合照都不想拍 但怕不尊重人 才拍了 還有是不是沒有保養 對於被網民指斷崖式衰老 袁偉豪竟然親自留言匯複網民 說天堂哥已經是七年前 腦都是正常 已發文的網民回應說 大家都只是關心偶像 怕袁偉豪捱壞 五富橋日前營利30歲生日 富貴老婆梁少盈 除了邀請圈內外朋友參加豪華生日會 她更送上著名NBA球隊員簽名籃球 當中包括二世世的偉大球星高比拜仁 據了解價值超過五位數 另外梁少盈又為老公送上生日日期車牌 更親身落場換車牌 而片中五富橋的黃色百萬波子 也非常搶眼 糟了 粉絲想拿籤名 鄧紹文立刻會引臉 好像凹大牌一樣 但其實它實心還是這樣 来 喝汤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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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税文近日去到山东演出话剧 见到一群粉丝之后 都很大方地打招呼 态度都很亲民 没什么价值 不过就有人认错邓税文 是内地歌手王耳珊 不但不断叫错名 还问他拿签名 而邓税文就没理到 避开之后再接了另一位粉丝送的花 虽然场面尴尬 不过他都全程保持微笑 网民都留言大赞 说幸好文女没生气 本来他都想接过来签名 一时都不知道到底叫谁 要签哪个名 致辞而名熙 更一悲传因为不续约 被TVB 说唱 结果连十大中文金曲都没得去 一向重分的致辞 为了安撫粉丝 日前就伸手写了信 给后华会的会员 内容更加有三页子 不过其后就被删除了 有网台节目 日前就公开了部分内容 说信中未有提及发生什么事 又强调从未接触过第三方 相当合约的事宜 他感激公司一直以来的关爱照顾 说成年之后有很多想法 开始独立自主 虽然真的不容易 但会忠于自己 聆听自己的声音 随心而行 有商场就预告 致辞将会在今个星期六 出席活动 到底是短暂解冻 还是已经解决好合约问题 就不得而知了 霸黎奥运将会在下个月举行 日前就已经率先举行VolkWorld2024 当中范冰冰的看伏造型 都成为了焦点之一 年一来范冰冰都透过微博和小红书 上载不同的绝美造型照 不过有网民就在小红书上载了范冰冰的生徒 相片里面可以清楚见到范冰冰的眼闻 虎闻尽燕 还竟然三眼袋较为显露 真实状况和上载的照片有极大的差别 澳门的混血商包胎男乐队SOLA 曾经红极一事 而最近澳门一间国际学校 就公布了大妈Junior的近方 透露她已经加入了那间学校的董事会 培育人才 而那间学校也是澳门收费最贵的学校之一 SOLA当年出道只有一年 就已经登上了红管舞台开演唱会 很厉害 可惜在2006年就和经理人公司 因为假若问题闹回 最后被判赔钱破产收场 人气还一落千丈 之后SOLA就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内地 大妈Junior还是中秋节大型晚会上表演 而小妈Dino就早在2017年 已经移民加拿大温光华开画室 联丝雅和陈家乐 今年2月宣布做人成功 而B女将会在下个月出生 有了BB后仍然继续工作的联丝雅 现时逃避近9个月 日前她晒出和曾若华合作拍摄的花水照 上中所见 穿着黑色Gratol的联丝雅 肚皮又圆又大 但一向身形高挑的她 手脚依然非常纤佑 遗充爸爸陈家乐昨天出席活动时 也透露自己快要飞去马来西亚开工 所以老婆联丝雅为了就她的档期 扎一在7月18日生产 自己将会在7月17日回香港 陈家乐更笑言 希望BB不要抢杂出生